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国 每一块土地下都可能埋葬着无数的秘密 在众多的城市中 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都城 绝对是块宝地 而地底下也是处处是宝藏 前些年南京林业大学为了翻修教学楼 刚开工不久 工人们就挖到了一座明代的古墓 后来考古专家在接到通知后 就立马赶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清理挖掘后发现 这竟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而且墓主人也是大有来头 在隋葬的一块石碑 刻有指挥监视徐军旭 而专家断定墓主人为徐军旭 而这徐军旭是何许人员呢 原来他是明朝的锦衣卫的部门总指挥 主要是负责指挥和调度锦衣卫 而且他还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 而大家都知道 在明朝锦衣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 主要负责监视文武百官王侯将相 他们只对皇帝负责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他们只听从皇帝的命令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明代什么时期的呢 据考古人员介绍 通过对质盖的分析 初步确定此墓年代为明代 而质盖上南京二次就很有玄机 因为在永乐十九年之前 南京被称作京师 迁都北京后才改造南京 墓制上写了南京 可以基本确定就是永乐十九年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墓制有些分化 但是经过辨认 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家境等字要 由此可以断定此墓的具体年代 为明家境年间前后 后来专家在其墓中发现的文物并不是很多 而进一步发掘后 发现这座墓早已多次被盗墓贼光顾 里面的陪葬品大多被盗墓贼盗走 正当考古专家们丧气的时候 在墓室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个蓝色的瓷瓶 后来专家查阅资料发现 这竟是罕见的蓝幼梅瓶 而这件蓝幼梅瓶也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一般只有皇室家族的人才能拥有 可以看出徐军旭当时的地位不一般 这种蓝幼梅瓶由于十分罕见 专家初步估计这个蓝幼梅瓶价值可能要达到上亿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邱宇 欢迎订阅